好 今天的剧场副手辩论会高潮迭起 那么三人看到都是变才无碍 而三人年轻的时候是什么模样的呢 我们就带大家来看一看啦 苏嘉全年轻的黑白照是这副模样 还有吴敦义 年轻的时候比较圆润一点点 林瑞雄还戴着这个学士毕业帽 那么事实上我们就带你看到的是 国民党吴敦义 他是一路从这个报社的记者 做到今天副手的候选人 当然他口才好 是大家所公认的 而在民进党苏嘉全的部分 他在三十岁的时候投身政坛 年轻的时候 他可是一个背着吉他爱唱歌的小伙子 那么亲民党的林瑞雄呢 则看到他在念台大一课的时候 有话直说表现非常的杰出 现在他更要证明自己保到位了 一 二 三 笑 我吴敦义拍照就是不喜欢笑 不管旁边站的先生是哪一位 从少年到白头就是这一百零一颗小平头 想叫他换门都没有 这个硬脾气更定了吴敦义 从念台大历史系 写了这么一篇台大人的十字架 要台大学生不要光嘻嘻哈哈 要贡献宇宙贡献民族国家 同胞们起来 那时国防部长蒋经国 眼睛亮了起来 同学你过来 毕业后吴敦义没靠了过去 先去当了报社记者 这笔磨得更厉 当事议员一定用成语 像是各有千秋 不韵不火 寻寻如也 恐怕很多人看不懂也 卡摩妹卡摩妹 但苏嘉全从小他不爱用血的内 他最喜欢唱给你听 结婚了最爱背着吉他唱给老婆听 最爱唱的是 苏嘉全说太对不起老婆了 当年一个国大代表 一个女警官 两人一见钟情 但结婚第二年开始 苏嘉全忙选情多过爱情 爱三男的红横猪 老是等不到老公爱得亲亲 红横猪曾经为老公送上一锅鸡汤 其实苏嘉全结婚后 最喜欢泡厨房 卤猪脚 号称没人比他香 没法一天佩修的老高修 才都来买香的 电底的浑水 72岁了 还愿意一脚踩进政治的浑水 副总统候选人林瑞雄 年纪最大 胆子也最大 和台大前校长陈维钊等12位同学 当年号称台大医科 十三太保 在台大校园戴着黑框大眼镜 看起来是个乖乖牌 却是别人眼中不按牌里除牌 其他同学选择临床开刀开诊所 当时他选择的 钱少适多的公共卫生 26年前 他放弃了美国高薪的工作 回台湾任教 因为相信自己在庙里头 抽到的一张签 王宝川苦手寒瑶 18年 如愿创立了台大公卫学院 但这一次王宝川 还能不能再等到他的薛品贵呢 记者华明会方起年 高雄报道 在建计本回来 请、请不吝点赞� lands话